一部的比赛马上开始 第一场由樊振东对阵黄映池 樊振东发球 这球是黄映池回球的一个失误 黄映池这边是可能也是年龄小的原因吧 上场之后还需要热身 这两个回球失误呢 不太应该 黄映池啊 这球黄映池 这个时续的送出一些失误啊 其实呢 黄映池是辽宁人 刚刚在赛前的时候也是采访到了他 刚刚在赛场赛前的时候也是采访到了他 说是回到老家的感觉怎么样 他说这个整个感觉喘气都顺了 可见这是一个老家给他力量也不小啊 现在还沉浸在老家当中啊 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啊 黄映池是拉到正手位之后啊 一个凶狠的杀球 这球是已经打到7比1了 这边突然一个机会 机会 好球 这球啊 也是 反正能打了一个黄映池的措手不及 可以随时的在直播间留言 我会留意 这边反手啊 黄映池啊 今天 黄映池在反手上仿佛是真的不占优势 这边反手 持续 感觉今天黄映池好像热身没热开啊 自己这个表现给我们感觉好像自己也不太满意 这边啊 是迅速的11比3的比分 马上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这一局比赛呢 感觉防运池好像没有拉开的样子 各位网友 刚刚进入直播的网友 这里是阿里体育优酷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 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刚刚结束的啊 是凡正东小胖对阵防运池的一个单打的第一回合的比赛 刚刚啊 其实感觉防运池可能是身体没有热开 也没有做好拉伸 这个反手位方面啊 持续的吃亏 而这个小胖还是经验很丰富 抓住这个机会 持续持续的一个得分 可能是打得小将啊 也稍微有点懵 我们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刚刚也说到啊 防运池呢其实是辽宁人 辽宁沈阳的刚刚采访他的时候 看持续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正守卫的对拉 这个是打得非常精彩 凡正东 其实啊凡正东啊 他这个手腕部的这个变化特别多 不论是正守卫还是这个反守卫方面啊 他这个手腕这个拧拉的技术非常强 有人开玩笑说他你是最胖的 但其实啊这个小胖啊 这个腰腹力量还是足够的 你看这边啊还是想打一个反守卫的 拧拉 但是这边啊稍微差点火候 刚刚我们说啊防运池是东北人 我刚刚问他说你今天回到大连之后啊 有没有什么想办的事 就是想吃的东西 几乎没有思考 直接说啊我肯定要吃烧烤 因为啊北京虽然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烧烤还是东北的最好吃 这个一说烧烤是防运池来劲了啊 马上把比分搬成三比三平 有网友说啊胖的下盘是最稳的 我感觉胖整体都很稳 我们有直播间的网友说 他也想吃烧烤 其实啊我感觉 烧烤这东西谁都爱 东北人游士 不知道这位网友是不是东北人 现在比分是5比3 好反手持续的一个 反手这个持续对拉的技术 还是凡震东烧战上风啊 尤其是在反手这方面 这个持续对拉技术 还是凡震东略胜一筹 这边发球出了 我看啊这个烧烤这个话题是引起了大家一个大讨论啊 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进行这个拼通球的直播啊 我们来聊点正题好不好 要不然我这个人也很容易被带跑的 我们来关注比赛啊 这球是 黄一石在一个防守的状态 哎呦是一球啊 凡震东是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其实刚刚这个球啊 小黄这个球其实 已经防守的很勉强了 但是小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今天这样的机会已经丢掉两次了 咱这边啊 有网友说胖最爱吃澳洲牛肉 其实这边也得感谢这位网友啊 帮我们给这个赞助商宣传一下广告 其实确实大商集团呢 其实 哎 这球啊 是突然杀一个措手不及 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 大商集团呢 其实作为一个大连一个老团的商业集团 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呢 当时八一队是夺得了这个 亚军的时候啊 大商集团就赠送给八一队 这个 反正很多很多的牛肉 不知道吃了牛肉之后 反正能是不是来劲 这边有来机会了 你看啊 其实小房面对这个凡正东这样简单的变化 稍微有点没有办法 现场啊 小房的球迷啊 还是非常的热血 哎呦 这球漂亮 这球小房啊 突然反手的一个侧拳球 打着这个 凡正东啊 这个交叉步都捞不回来了 这球 现在比分9比7 这球啊 小房还是想打一个反手位的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球是也是差了一点点 哦 这球漂亮 有网友说两个都是小房 一个小房一个小凡啊 这个 盡量咱们不说小名了 咱就说大名 现在樊振东发球 樊振东拿到了局点 这球是自己送出一个失误 樊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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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11比9 樊振东是再下一城 谢谢啊 有一位网友提醒我了 说当时小胖被奖励了365斤牛肉 好像是这样的 一天吃一斤 差不多正好 我们看到的正在给小胖做指导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马文革 其实有一些年轻的球迷 包括一些粉丝们 应该认识一下这位教练 不单单八一队的王浩教练 非常的英雄人物 马之岛在中国拼弹 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经帮助中国拼弹 崛起这个黑兽的形象 曾经是让很多海外球员 胆寒的 这球 樊振东是有意的去找 这个防运池的这个反守位 这个小房啊 这个反守回球的质量一般 哟 这球漂亮 让一队组织加油 樊振东 加油 哎呦 这球是樊振东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失误 是不是这个 这场比赛的强度并不大 整个人啊 这个肌肉有点松些了 好 这边摆短之后 小房啊 每一颗球都差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是差在什么上面 总之啊 这个想法是不错 但是总是差点火候 好球 让我们这边女生加油 反正动 反正动 很多人还在纠结这个牛肉和烧烤的问题啊 呃 看来各位是这个 明显的是这个 吃货啊 可能啊今天 这一届拼超联赛 呃 八一队成绩好的话 可能还会被赠送牛肉 可能会更多 小胖可能会变大胖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啊 上一场 哎 大家先来看这球啊 这球啊 也是 持续的一个反守位的对抗之后啊 防御池的是一个主动失误 我们刚刚说啊 这个上一场的时候采访到这个 这个凡神东 他说啊 自己已经在减肥了 而且一直在路上 希望各位网友啊 不要再黑他 好球 这球一个机会 好球 这球持续的一个正版的对拉 哎呦 这球又是小房啊 小房这个自己的失误 今天这样的球太多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应该啊 是不是这个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啊 小房很少作为第一顺序出场 今天是不是第一个出场稍微有点紧张 而且是面对这样实力强劲的对手 现在比分来到了9比3 顺便啊 跟喜欢小胖的网友可以说一下 我有一次近距离采访的机会啊 我也是看到小胖的 小胖不单单是可爱啊 皮肤还特别好 大家可以有兴趣啊 可以问一下这个皮肤是怎么保养的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局的局点 哎呦 这个球啊 这个球感觉小房是不是放弃了呀 这一场啊 樊振东再次拿下 那么 樊振东就完成了自己第一场的任务 帮助81队1比0 大比分领先